滚滚长江东是水 浪花淘尽英雄类 全军更近一杯酒 舞台征战 几人 不过有些英雄还是穿越回来了 可这一穿越就是几千年 我叫肖强外号小强 一年前开始帮着神仙刘老六 接待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历史名流 为了阻止回到过去的客户们改变历史 刘老六改装了我的面包车 让我开着车回到秦朝去 救秦始皇 但路上 车没油了 于是我来到了项羽的年代 顺利的让他恢复了在我那里的记忆 他现在正带着我和部队去打张寒 两军在相距不到五十米的地方 项羽终于带住了马 张寒 我几次翻番劝你投降 你想得怎么样了 你只带三万参族 来赢我十万大军 是什么意思 好 要躺逼挡车吧 多杀无意啊 想你我都是抱秦下的曹剑之民 我如今只带三万人来 是不想把你赶尽杀绝啊 还有我在这里三万对你十万 你留在纪元的十万老本 可就不止对我的十五万精兵了 项羽话里已经挑明了 他原来是派人偷袭张寒的大本营去了 其实从这几句话看 项羽确实有着很高明的战术 张寒大怒 拨马向前对挡在他身前的亲兵大声说 让开让开 我有话说 将军小心啊 让开 将军匹夫敢站在我大秦朝的土地上发野 我张寒个人的安危能算什么 将军 我在一旁看得大事无聊 什么嘛 不是山秦战术 你看你那些亲兵啊 眼泪固然不可谓不多 肢体语言不可谓不丰富 但一个个家庭就熟的样子 显然就是表演戏出身 将军们 你们是大秦的都后栏杆 你们的步伐 曾移动踏遍六宫 今天的盛事 是你们的父兄和你们 用鲜艳的热血换来的 在你们的身后和脚下 是大秦的土地 你们的亲人 在默默地看着你们 在你们身边 曾经战斗过的勇士们 他们在看着你们 说着张寒忽然一转身 只向我们这边 声色俱理道 他们的脚下 也是我们大秦的土地 现在我要你们冲过去 砍下他们的头 用敌人的血 来洗杀我们 作为真人的耻辱 今天我愿意跟你们一起 分享胜利 或者是一起倒下 我会一直在你们的前面 为你们引路的 随意所愿 就是我死后 你们能踏着我的尸体 继续前进呐 我洗了一身的鸡皮疼 最前面的秦军 都已经被他调动起来 一个个是热血沸腾 面目猙獰 举着手里边的兵器 一起呐喊 杀 我低眉垂目 嘴里念你有词 我不敢 我不敢 这时候 项羽已经回归本队 他就在我身边 抱着枪 笑眯眯的看着张涵演讲 忽然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了 小枪 你也跟咱们说两句吧 说什么呀 就像上次那个 什么 我们从来不愿意挑起战争 但是也不畏惧战争之类的 你不是挺会说的吗 咱们的军队需要气势啊 我顿时就抓狂 上次是打群架 这次是打仗能一样吗 我和战士们是大眼瞪小眼 过了半天 我忽然感觉到一种 巨大的荒诞感 尤其是那些战士们 都直门隆隆的 我再也忍不住了 扑齿一声 我乐出来 忙了忙了 我这一笑 还不把最后一点 事情都给放了 没想到 在这种人人神经崩的 紧巴巴的战场上 我这么一乐 搞得前面那些战士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种场合 笑是感染力最强 后面的并不知道前面的人 为什么笑 自己也忍不住 跟着笑起来 在我们对面的行军 本来正澎湃着呢 一下被这笑声给搞蒙住 不知不觉的 高举起的武器 慢慢的就放下来了 将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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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脚下 那是 将士们 谁还在听他白了 再说 被笑声一咽 也没人能听见他的说什么 项羽见时机已经成熟 他忽然搂着我的肩膀 滴滴的说 让你的士兵能够看到你 来表演吧 项羽猛的一催马冲了出去 站在原地没动的我 丝毫不影响勇猛的形象 我那一笑 给士兵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怎样不畏 和豪迈的情怀啊 夕阳夕照 项羽得胜归来 将我一个人站在那 高声笑道 你怎么不追呀 回去以后 你可没有这么好的过瘾的机会了 说着 他忽然贴近我小声说 小强啊 要不是你这一笑 我们会死很多人的 是吗 这才哪 到哪 以后你打仗 我就专门负责给你笑 这个傻笑五块钱一次 微笑十块 大笑二十 那一会儿 你不成了卖笑的了吗 什么叫一笑清人城 再一笑清人国 那说的就是我 要论起来 这胡海还是咱俩的晚辈呢 俩做叔叔的合起来 欺负侄 你说这叫什么事 除非老鹰复活 要不这天下我是强定 不对了 你赶紧把刘邦那个小子的记忆给我恢复了 要不 我胜之不母 那什么 宇哥 我明天就得回去了 什么 这么快 那可不行 不住个一年半载的 金王 你得住个晚日吧 长期留在这跟你抢风头也不是个事 再说这包子已经怀孕了 我来你这儿呢 连招呼都没打 哎呀 你给他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电话 大王 电话是什么呀 这电话就是我手里的东西 你看宇哥 这 一格信号都没有 那也不必急着走 好 再住两三天总可以吧 主要是我还得拿上药 再去看看银哥和磕子 我真怕磕子这回成功了 那可就糟了 好吧 那我就不再留你了 见到他们的面 帮我带好 如果有可能的话 把他们送到我这儿来 咱们去一去 从他们那儿到你这儿多少年 也就十来年啊 哎呀 这再过十来年 银哥岁数就太大了 磕子倒是很有可能 不过他来了 哎 那咱们是不是都得叫他叔叔啊 哎 还有 我那车一发动就是几百年 一不留神这人就没了 哎 看来大家 再也聚不到一块了 哎 我还真有点想 撕撕那个丫头 啊 还有老吴他们 哎 哎大王 你说这些人 他们都是谁啊 啊 那是我在另一个世界认识的好朋友 好兄弟啊 另一个世界 嗯 那什么地方啊 呃 离吴忠远吗 嘿嘿 鱼哥的意思啊 其实是 小强啊 哎 这件事情 我不打算瞒着阿鱼啊 鱼姬移手脱腮 睁睁的看着项鱼 项鱼想了想 好像又一时无法说起 值得说 这样吧 啊 以后有时间了 我再慢慢的跟你说 啊 行 要说就都耍 可不许有选择性的隐瞒 张冰那事 我看你怎么忽悠 嗯 哎 哎呀 今天我要和小强一起睡 啊 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鱼姬也不多问 笑眯眯的出了大仗 哎呀 这就是传说中的极品女人啊 男人不想说的 他绝不多问 小环也低着头 跟着他出去了 一边难难的说 张冰 嗯 这名字好古怪啊 不过 他是蛮好听的 呵呵呵 我要还真不知道 该 该 该怎么跟他们说这个事 其实我是开玩笑的 你就跟嫂子说 张冰是我媳妇 不是这个 有很多关节之处 我还想不明白 要 要怎么跟阿瑜说呀 比如 该下 呃 宇哥 嗯 其实我也是有个很大的为难之处 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哎呀 你我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啊 你宇哥我已经不是过去 你那个时候啊 那个什么都不是的宇哥了 啊 想说什么 说 我这次来啊 嗯 本来是想去找银哥他们 这个我知道 咱们了 我之所以去找他们 嗯 是因为怕磕的 真的刺了银哥 这个我也知道 小枪你要说什么 你就说 我去阻止他们 嗯 一是因为我不希望看到大家自相残杀 对啊 还因为 嗯 银哥不能死 嗯 什么意思 不能死 是 如果银哥一死 那就说明 在原有的历史基础上 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那样的话 咱们就都会被抹杀 我把人戒轴的事 原原本本的跟项羽一说 项羽听到最后 双眉锦咒 嗯 这么说来 咱们这些人 必须按照原来的样子活 否则就会遭灭顶之灾吗 嗯 这么说 鸿门宴上 就算我想杀刘邦也不能杀吗 再看下 我注定要吃那个白杖吗 对 这 这不公平啊 啊 这不公平 你知道吗 啊 其实也挺公平的 啊 人人都是活一次 你不过是多吃了一颗蓝药罢了 哎 别的暂且不说 我 我是绝不允许阿瑜 再死一次的 啊 我这就发兵把刘邦这个小子给灭了 哎 啊 磨杀不就是在此一回吗 我想 我 雨哥 雨哥 雨哥你冷静点 其实你事先知道了 还会让嫂子自杀吗 啊 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啊 是不是 再说了 你真的能对帮子下的疗手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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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哥 嗯 我是真不该来 哎 你怎么说 小强啊 哎 九重你又让我见到了阿瑜 我就比什么都强 这个时代 嫂子本来就一直在你身边 没我什么事 那不一样 是你让我知道了失去才会珍惜 这比打下江山当了皇帝更重要 好了 下次你再来的时候 把刘邦的记忆给恢复了 江山 我再送他一次 就全当为了阿瑜和那些你们这些无辜的人 咱们凑在一起 好好地商量商量该怎么办 现在 就算我想退出也不行了 啊 好在还有点时间 只要能够保证阿瑜不死 我我愿意假装地败给他呀 瑜哥 是我对不起你 瑜哥 我我要是不来 你也不用这么为难了 我来找你呢 一是因为这三天没犯折 二是因为 我想你了 如果你不来找我 是啊 我八尺还是按照以前的程序活完了这一辈子 那样的话 你也不用麻烦 只要你来找我 是把我当成了兄弟 而我呢 因此再一次得到了我的阿瑜 哇 你也不用再麻烦了 你来找我 是把我当成了兄弟 我因此而再一次得到了阿瑜 只不过是重复以前做过的事 有点无聊啊 但是 全行利弊 我还是应该感谢你呀 也不用太在意 咱们是兄弟嘛 是不是 再说 我来找你吧 主要 还是因为没反折 第二天 我早早的起了床 没有惊动任何人 在项羽的陪同下 骑马去找我的车 鱼哥 唐刀你现在造不出来 就不说了 马灯这些小玩意儿 最好也别网住搞 这也容易改变历史 我怎么说 也算半个穿越人士了吧 不搞出点东西来 是不是太窝囊了 您还是先搞人吧 您和嫂子那么恩爱 怎么也得给包子他们家 多添几个祖宗 实在不行 我把安道全的秘密给你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我来到车前 开始一件一件的往下脱衣服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管能不能带回去 你这些东西 我是再也不敢往回顺了 对了 你那个黄金甲还在我那儿 下次来我给你带上 还真是 前几天我就发现他不在了 我还以为是阿鱼给我放丢了呢 终于回来了 我刚开车门 刚要往家里冲 就见远处来了一群人 他们正在寿楼小姐的带领下 参观别墅区 我急忙又缩回到了车里 毕竟我身上只盖了一条毯子 突然一对夫妻朝我走来 只听那女的说 先生啊 听说这里的房子只卖出去了两套 那看来就是你了 我们哪 就是想问一下你的切针体验 这个地方好不好呀 怎么样啊 我们不能光听寿楼小姐的 对不对 那女的说着 就已经走到了我的车前 一眼瞧见了我 光不溜秋的坐在车里 还故作悠闲的 把一只手搭在车窗上 顿时这脸红的就跟猴屁股似的 扭头就往回走 她老公也看见我了 哎哟 这个 这个 请问您这个样子是 我东勇爱好者 小姐啊 你们的人工湖还能够游泳啊 可以吧 幸亏幸亏啊 我也是东勇爱好者呢 幸福 幸福 怎么样 你给我们游一圈子员了 游 游一下 晚上 我披着大被子坐在沙发里 面前放着包子给我熬的姜汤 虽然没给那男的表演 可这也把我冻得够巧 花木兰看着狼狈不堪的我 笑着问 小湘 你是打哪来啊 吴三桂凑到我跟前 使劲地抽了抽鼻子 我 我闻到了打仗的味道 啊 强子 你跟人打架去了 你这几天 到底上哪了 电话也不在服务区 你也不给家来个电话 你老公我 一个人面对千军万马 你猜怎么着 我就那么哈哈一笑 对方的十万大军是屁滚尿流 看看 看看 人已经烧糊涂了 你们看上他啊 我去弄条冰毛巾了啊 小强啊 你这几天到底去哪了 我跟你们说 那宇哥打仗真不是盖 一三万对十万 对方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不过他也说了 那是在有我帮助的前提下 你真的见到向老弟了 这事我就跟你们说了 不过先别告诉包子 我把他动得太气 我真的又见到宇哥了 我把人借着的事情跟他们一说 吴三桂忽然激动的说 这么说来 我们还能回去 不见得 就算我们能回去 小强如果不去找我们 我们是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死过一次的 那 那小强也不必去找我了 这个 我那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值得留 留恋的更没有值得重来的地方啊 能在历史上留下点博明的人 其实哪个不是一世艰辛 要让我再过十二年那样的生活 我还真怕自个儿挨不下来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欢迎我去你们家出门啊 最好别去 你去找我们呀就说明 是我们给你找麻烦了 这时候 包子拎着一条冰毛巾冲了过来 惨到 快点快点快点 把他给弄趴下 第二天 我带着一颗被冰击过的清醒无比的脑袋 去找何天斗 刘老六居然也在 我往何天斗的沙发里一坐 干脆的说 这次没去成秦朝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正在说这件事呢 再给我几颗药 我去把这事摆平 你打算怎么做 我想过了 先把药给荆轲吃 秦始皇是皇帝 我接近他比较困难 只要把药给荆轲吃了 让他不要刺杀胖子 就行了呗 只怕没那么容易吧 我去主要是为了救下荆轲 其实咱们不去管他们 胖子多半还是会安然无事 对不对 你忘了一件东西 荆轲刺秦的匕首还在你那儿呢 这可是重要的道具呀 当然 荆轲没有了套 也许会用另一把匕首 去刺秦始皇 也可能会用别的方法 或者是别的武器 但是 这就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变粗啊 就算他用一把跟以前 一模一样的匕首去刺秦 结果 会不会痒 已经很难说了 我听的是一头冷汗 二傻来我这第一天就问我 刺秦为什么失败 我交给他 把赵国的版图比例尺放大 里面带一件长家伙进去 他不会真的带一把方天画几去吧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夹子的提笔 够了你选拟 就分我表情 撕下的原理 人不为杀戏 人不为杀戚 孤云落绝剧 喜别的桥楼 谁与你共战净 谢谢你将日月分飘下去 拥戏 拥战净 感谢收听本集史上第一混乱 明天同一时间 小强的混乱生活依然快乐继续 本剧原著张小花 改编程寒 编辑海淀 监制好味群刘孝 演播张杰 爱宝良 小曾 本剧改编自起点中文网作品 史上第一混乱 原著张小花